小子 行啊 有钱请人吃饭 没钱给我还债是吧 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再出来管别人的事 行不行 不是 干什么 现在硬生就没干完人 怎么了 刑法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至少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现在报个警 你要不要看完后果 别管先生啊 先别我连你一块儿走 恐吓 同理 你这臭小子 你看我这 破坏私人财务 同理 听不懂吗 你 你 行 算我倒霉 追一个债 还能遇见个普法子 兄弟们 我们牵车 小心点 我等着 我还以为这小子 只能靠高级西装和履厉耍帅 没想到十八岁的陆寻 凭着这一身海鲜汤 也能这么闪闪发光 没事了 给你擦一下吧 早知道你家欠这么多债 我就不应该好心收留你 砸了我这么多东西 你怎么赔 对不起 老板 所有损坏的东西 我原价赔偿行吗 你怎么赔 扣你半斤薪水也不够 所以要扣多少 要不我帮你 不用 我自己出的事 我自己负责 不用你费心了 学长 既然这些债务 都是你父亲留下来的 不如你放弃继承权 这样你就不用还债了 我父亲给我留下的 不只是这些债务 还有这个家庭 还有他朴实善良的品格 以及事前真实的一切 这些都是我生物中 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能放弃 的确 我家庭确实不好 但是我不以为止 我所上学用的学费 和生活费 都是我靠打工 我靠做兼职 奖学金这些 一分一毛地挣过来的 我能走到今天 我没有依靠任何人 所以我相信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改变命运 才能摆脱贫困 以后我也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给更多像我这样家庭的人 带来希望 所以你们不用统计我 我们也没有什么差别吧 那我帮你收拾一下 不用 这是他自己的工作 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不管是现在的工作 还是未来的工作 我相信你一定都能顺利完成好的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